低谱表的音符 课程目的,用左手弹奏第一组低音谱表的音符 章节一,左手的乐谱 章节目的,发现读左手的乐谱并不像表面上那么难 低音谱号,对于左手而言使用的是另一种符号 我们称作低音谱号或F谱号 F点,F谱号或称作低音符号 在阅读方法上与G谱号有些许不同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记忆的方法 F谱号与两点之间的线,就是F所在的位置 这个是中央C左边的F的位置 数乐谱的节拍 如果你将F线作为参考位置 你可以通过向上或向下数的方式找到其他音符 当你从F向下的时候 首先是E,接下来是D,然后下一个是C 再上数的话,首先是G,A,B,然后再回到中央C 太厉害了,恭喜您已成功完成本章节练习 是D 陆生活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